向老 你听我说 林达 我经受得起 你直接告诉我实情 应该 向老 如实地告诉我 我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对吗 你快说呀 到底是还是不是 你要是不说 你也滚出去 你永远不要再 出现在我的面前 滚 你 滚出去 我 布鲁斯 我一直把你当作是个硬汉 你在我心里 是个英雄 可现在看来 你并不完全识 你也有软弱 和怯懦的一命 知道 你令我非常失望 灾难已经发生了 孝芳 这是个无法满回的现实 你令我非常失望 这是个无法满回的现实 但你是李小龙 你不会被任何人击倒 更不会被任何困难压垮 你有超强的体格 你可有超强的意志力 你能创造几次 这是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的 也是要共同克服的困难 你不许可爱 小龙 我爱你 无论奇迹什么时候来历 我都会一如今往 无怨无悔地 陪在你身边 但你必须坚强 你必须要面对现实 你必须要接受它 懂吗 林达 我听懂你的话了 让美国的医学权威见鬼去吧 我就不信这个邪 相信我林达 我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我绝不会就这么当下 不会 我相信小龙 我相信 你会好的 少伯 母子 对不起 对不住各位了 我的徒弟吴德 给华人武林 华人 我王云生给大家赔礼了 会长 您这有何必呢 武林交手死伤自负 这 这是惯例啊 死伤自负那是要在明处 我的徒弟是暗箭伤人 这实为武林所不耻啊 使劲已经出了 已经无法挽回 不认识 看看我们能为李小龙做点什么 做什么 事情已经出了 他已经过去了 还有什么好做的 至少我们可以向李小龙 当面赔个礼 道个歉吧 道歉 这万万不可 李小龙那小子狂妄得很 只要我们手一软 他就更加不得了了 对 让我们去给他赔礼道歉 这绝对不行 是 好了 大家的意思我明白了 或是我王家人闯的 那就由我王某一个人去吧 这 是 都是 华夏子孙 事不能做得太绝了 坤长 我和马全师陪你一块去 行 一 二 三 怕得很好 我 我能行 小龙 你要是实在痛苦难忍 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会儿 我能行 你的锻炼强度 已经是一般人的三倍了 没问题 好的 你练吧 小龙 好 但愿小龙能在六个月之内 恢复健康 不好说 现在小龙的伤 只恢复了一点 一点 嗯 那好 扔硬币 看看谁猜得对 好 你说吧 阿弥陀佛 我要正面 好吧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王允胜 老话说杀人不过头点低 小龙已经被你们害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今天又想干什么 如海先生 你误会了 我们听说小龙的伤势很重 甚感不安 今天特意来看望 好 林大 王允胜来看小龙 你看 赶他们走 有什么事情吗 林大 小龙 是这样的 王允胜知道你伤得不轻 觉得有点过于不去 今天带着几个权势来看看你 对 从他们的言行中听出 他们还是有诚意的 林大 你过来 把我打伤的人 是黄皮小子 不是王允胜 可黄皮小子 正是代表王允胜 来向你挑战的不是吗 可事情很复杂 你不会明白 我们武术界里面的成规漏习 其实 我跟黄皮小子 是多年的夙愿 王允胜 他并不知道 所以 黄皮小子对我暗中下毒手 和王允胜并没有关系 你就让他进来吧 好吧 我听你的 牧村 让他们进来吧 好 好 李先生 你还好吗 好 好不好 你一看就应该知道了 是啊 是 出现这种事情 是我王某始料所不及的 黄皮小子 对你暗下毒手 实在是令人痛恨 我已经将他去赶走了 让他回香港 给我开门去了 黄皮小子一走 你们就心安理得了 王老前辈 你的做法很聪明吧 李先生 你有所误解了 出现这种事 我王某心里很不安 这两天 我和同仁们 也在不断地反思 我们都是华夏子孙 又身在异国他乡 有什么事不能和气商谈的 这种事 我负完全责任 为此 我和加州的 所有华人 武馆的同行们 一起商量过了 我们几个 代表武术协会 来向李先生 赔礼请罪 王老前辈 冉大快 王先生 您快起来呀 王先生 您不能这样 中国有句古话叫 男人心下 有黄金 领导 各位全师 我李小龙确实受不起 你们站起来吧 冲着王老前辈一句 大家都是华夏子孙 我满足了 不怪你了 小龙说得对 你们快起来吧 武林里面的事情 不是美国法律可以解决的 你不要再生气了 王老前辈 您起来吧 令大快去扶起来 王老前辈 您快起来吧 少伯 墨村 帮帮我忙 把王老前辈扶起来 我们华人在国外 很没有地位 别人 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或者骂我们是书辩子的 红种人 他们凭什么敢这样 还不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总是在相互残杀 要是以后 我们 中国人都不在窝里斗 都不在搞内户 我李小龙 就是永远站不起来 我也认 拜托 拜托 王老前辈 站起来吧 李小龙 做人 你是我师父 李小龙 李小龙 还需要